玩具TV 爆炸 說到要爆炸一定是德哥 上個星期六爆米 這麼嚴重? 基本上現在大家看到的事情 很多我們一陣子都不會說 純粹只是看 但當然坦白說 如果大家覺得哪些是想我們分享的 你不妨在這個節目裡面 留下你的留言 我們會考慮一下 我們是很困難的 我們只會考慮一下爆炸還是不爆炸 我們可以看看究竟有多少玩具 現在on site 可以有興趣 當然也習慣了我們一向都是假民主的 這個簽名 Pan Lee的簽名 剛剛新鮮滾熱辣 今天出爐 今天出爐的 剛剛今天買的Hobby Japan 還好就是 VIP才能買到 這個才奇怪 六眼後面有個白眼盒 真的出爐的 真的出來不穿 嘩 應該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東西 這個好東西 這個出爐 當然 好東西不買 沒錯 嘩 嘩 對 所以其實我們今集打算講一下扭蛋 我們好像沒有講過扭蛋 我們今晚呢 其實呢 這個節目應該看回一個名字 就是我們講電影的照片 是 雖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對電影來說 不是什麼專長 我們唯一熟的都是愛情動作電影 對 我們是愛情動作電影 Exactly 電影來說是一個大眾的娛樂 其實大家都可以說 我們先說明 戴了頭盔 我們又不是什麼專家 除了Walker之外 喂 嘩 你做什麼 但是我們有機會 真的請一些行內人來講 就是導演 導演 演員 等等 導演又是演員 那些 但是他們又想來 又不是說 說戲 他們想來 就叫他們說玩具 是的 Anyway 這天明明是賣關子 是的 應該是約了一些會來的 下星期會有 再下星期也有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依然是 我們POP SHOW 爆 SHOW 都是會清淡大概45分鐘 那就是講電影 那 胡耳其說是講電影 其實我想 近這一個月 都很多 不是那麼好的消息 是的 所以我們就臨時變了一個題目 因為我們要 這個SALUTO幾位 電影人 巨像 巨像 我們數到起碼有三個 如果有留 大家不要見怪 不要提 我想說有留就算 有得他留 是的 我們最多人認識的就是 第一就是 剛剛最近的位置 就是直接數 周文懷先生 是的 家鑊的 茶雷龍先生 是的 金融 以及對於玩具界最大影響的就是 Stinley 是的 一個漫畫界 一個電影界 一個小說界 文化小說界 真的 剛才有說到這個 你對於金融小說 是一個迷你 是的 我小時候已經 那一套詩是怎麼看的 飛雪連天射伯陸 笑書神厚以碧陽 真的有看過 各位大聲一點 好大聲一點 說一次 說一次 飛雪連天射伯陸 笑書神厚以碧陽 是的 鴛鑒劍我沒有看 鴛鑒劍是短片來的 是的 音樂真的沒有看 也挺過癮的 但是大概劇情 我也不太記得 因為太久沒有看 因為比較看得多 最多是六頂記 是的 那些比較好笑 你會看完翻看嗎 我翻看了很多次的 基本上 如果你說是金融小說 就算是短片 我都看過兩次或以上 如果你說是長編 好像伊甸銅記 那些是Loop完再Loop都可以 早前也是一個很精彩的 網上也很有心人 就把金融先生小說下面的人物 編了一個編年史 不是 編年史 很清晰 很清晰的 不過也很精彩 是的 即是說一些大事記 在去北下八上的 是的 其實那些都 即是你會看得到 其實在金融他做 他寫小說 是真的 是很有系統的 是的 他的東西 譬如說 很簡單 他的武俠世界觀是很完整的 這件事 不是很多小說的加油 即是就算古龍也好 古龍的小說當然是好 但是他寫的 可能是一種 日本風格的 日本風格 日本風格 對 他的打鬥 由他打鬥的同學 一刀 一下而已 就沒有多一下了 金融迷 他真的可以寫打打幾版 但是你看看 通常打幾版 就是我一拳一腳 但是他不是 他可以配合很多場景 我打下來 打飛了這張椅子 然後他一掌盤 開張椅子 射回去 那個臨場感 和描述每一個動作 如果真的在文字上 即是 我不是說 其他作家不行 金融先生是特別射得很仔細 是的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說 我自己是 武漢小船迷路 有幾個 即是有幾個大師去寫小說 風格都不同 古龍 古龍 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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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康代不公才過癮 是的 那幾集 金融 黃逸 這些都是 會寫得多打鬥 當然梁宇生 那些都有 不過梁宇生 溫瑞安那些 就早期一點點 溫瑞安 我都有 溫瑞安四大明報 都是看出名的 你說 不出名的那些 真的沒什麼心機看的 除非有些是 比較少 又是一些 不出名 但是水準 會拍得住那一班 我覺得比較少 但是四大明報是好看的 如果你有溫瑞安 如果你有黃逸的話 我當然是首推沉 沉沉 對 對 因為他們寫的 對 他們的打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如果是古龍 就是一刀 一刀 是的 金融有很多描寫 因為金融描寫得太好 所以大家 避避了 是的 所以黃逸他寫 他通常是寫心理 氣勢 我的心理這一刻很澎湃 每天一招的時候 就在腦子裡想 如何去對策 對 如何用眼神來嚇一嚇 你等你一刀 你一刀那一刻 我就跑過來打你 即是黃逸是流行這樣 但是金融就真的不是很紫實 不夠你打 都可以打大龍 即是他會是這樣 即是每一個小說家的風格都很不同 其實是可惜的 即是 我比較喜歡那幾個 因為藝康他早期才寫我入小說 他自己 我沒有記錯看過文章 訪問他 他說金融寫得太好 他再這樣寫 是沒得玩的 所以他走去寫 類似是威斯利 方環 他自己開通 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基本上就是 真的寫得好的 都退了 藝康都幫金融帶過筆 因為 那幾集笑爆 即是我都是看訪問 有些某些原因 金融的時候 都是類似是一些政治活動的原因 他就迫於一定要走去外國一段時間 那時候 藝康就租了去 即是租了去辦公室 裡面寫著 即是基本上 其實金融先生都是藝康的半個老闆來的 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 不過說就是這樣說 即是這些不是 這些真的有待藥症 我也是提供 有錯請更正 對 有錯請更正 但是就是 然後就叫他寫 金融說 寫難寫你不要寫 寫死角色 這個笑話 大佬 我不寫寫 可以 你安心過去 對 所以是挺有趣 這個故事其實很出名 當然現在 再很多人拿出來說 但這個當然也是一個很出名的 即是 其實我反而覺得 即是他 雖然 這個想法是偏離了 金融先生的 但是他聞筆 其實你 可能筆比較差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說過 這一段其實原來是藝康代筆的 我是不知道 藝康 其實大家的水準都是很高的 很高的 否則他怎麼會叫你幫他寫 他可以停 是嗎 他不停他 他只能信過你這個人 尤其是藝康以前是寫無法的 藝康應該是 是被譽為是寫中文字最快的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不肯定是多少 但好像有人說 他可以一個鐘頭寫三萬字 最快 但這些字是好料的 他的字是好的 只有自己會看 但他可以說是一個鐘頭寫到三萬字 當然 這些基本上 在小說界裡面 都是中師級的 就一定有他個人之處 一定的 還有本身金融先生筆下的小說 我想真的 我全部都慢話化過 包括最短的幾點央劍 其實我覺得 如果在我眼中 東方沒有光湖 西方沒有宇宙 這個是很適合的 因為金融對我們華人的影響之大 金融他是寫小說 在我們中國人那時候 沒有什麼超級英雄 只有什麼 就是武俠 武俠 武俠就是超級英雄 又內功 又接飛彈 又類似 又跳到你 又可以興奉 你根本就是超級英雄 還要有正義感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一個用畫去表達 一個用文字去表達 所以我覺得同樣可惜 有誰沒看過 小說 你也有看過電視機 對 都看過電視劇 未看過電視劇 都可能玩過 是吧 我覺得這些是 很加傳無曉的 對 影響很深遠 影響幾代人的東西 對 以前又說 誰做什麼 劉德華 劉德華是不是做過 劉德華 誰做誰做 對 然後就 古天樂 還有一個 黃曉明 那些 好像還有一個 古天樂之前 太多人有拍過 基本上 對 樂樂林 哇 這個是第一 樂樂林 是街市 街市 是的 好像接近第一套 也接近最後一套 的電視劇 我喜歡打掌 樂樂林 是住在我旁邊的 哈哈哈哈 我小時候是住在我旁邊 我常常知道 做明星在我們旁邊 出出入入的 很好奇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二十二 Elmen 的年紀 其實你那個年代 是不是比較少人看小說 你已經 都不是 我始終我現在就 三字頭 真的會不會少啊 但是 都不會 因為我們中學 還要報告 還沒有什麼手機 那些 我們呢 沒有什麼手提遊戲機 對 你在上學的時候 就嚴重 娛樂 可能就是你不是 你不是 就是 就是出拘捋的 你不是 就是 出拘捋的就不是我這些 我不是 不是這些 不是這些 是這些 說了也中槍而已 是 剛才很多觀眾也有說 他們說是鴛鴦刀 是鴛鴦刀 鴛鴦刀 另外一句說 金融小說裡面的副心漢就是 奉刺著表哥徐志摩 即是金融先生的表哥是徐志摩 金融先生 表哥是誰呢 表哥應該是子慕容馮 天龍百步裡面的 那個就是表哥 我猜一下 但是跟徐志摩扯上關係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想他很多東西都會有一個圓形 在這裏 鴛魚啊 朱元此女 不是 因為金融他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他其實是很討厭 有幾個皇帝 他是很討厭的 是 他第一部寫的書劍恩壽龍 就是封刺乾隆 乾隆 是 因為金融他本身他的家族 就是不喜歡乾隆和雍正 是 如果你說要算他的 曾祖 不是曾祖 曾祖父 類似那些級數 是被雍正殺過的 是的 那他那個 他是 那時候 就是清朝的一個大官 叫查志童的一個後人 嗯 查志童 真是查了俗譜 查志童就是 被雍正玩文字獄 就是其中一個多輕生者 其實我們中學 剛巧也有讀過 中學那時候也有讀過 文字獄 文字獄 所有文字獄 都會有些 就弄了一段 不知道寫了只是上咒事 這四個字很重要 叫為文所旨 為文所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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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文字獄 為文字獄 文字獄 是名牌 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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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毀了,雍正就直接斬毀了 所以他應該是挺不喜歡這幾個皇帝的 有些另眼相看 在這個年紀有個才子走出來 剛才陰哥,我們早知道叫Sunny上來做 他說每一部都看了十八千 這樣他比我厲害了 一新年你不想看 一新年有沒有話說 另外呢,又說看《連城訣》 另外就說有個《藍堅英小姐》 其實講演員這個月也有很多座身 明天花也有關係 這個肯定有關係 這個肯定有關係 這些是之後拍的 這些是之後拍的 但是演員除了《藍堅英小姐》 另外還有《岳華先生》 還有同一套《珠江寶戲》裡面 和《岳華先生對手戲》那個 合不來的 是的,又是好像... 曾里很久了 曾里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這陣子了 不是這陣子了 幾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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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幾年前了 心臟病 真的很多 其實網上也有一張很觸碰的畫 就是有《金融先生》小說不下的人物卡通化了 還有《Sting》的漫畫卡通人物 漫畫化了 一條很長很長的畫 最下面就是兩位在這裡喝東西聊天 每個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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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很多藝人都看到這個 都很有靈感做到一些創作 我覺得這兩個人物 這兩個人物去生前他們的主作很厲害 是 他們過了生後 都可以讓人看到這些 可以引發到別人有這麼多靈感出來做創作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有些報道都說過 其實金融可以被譯為東方的沙士尾亞 是 報道說的不是香港的 是 另外就是我發覺 其實金融創作的宇宙觀 其實都有很多超級英雄 你問到 我都說這是一個寶藏 就是西方有Marvel 中國有金融 是的 其實應該將來很多 不要說將來很多 譬如內地香港拍了很多電影的事情 部數這麼多 很多都是金融的事情 是 基本上你金融的影響太大了 它改變了我們看東西的方式 就是我們看武俠是怎樣 是吧 曉內功曉輕功 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是的 就是你看不是每個小說家 如果再早期你看回 其實你譬如看過 梁宇生 他們那些 是沒有什麼輕功所謂的輕功 有都不是那種那麼誇張 譬如說 金融的兩隻手 拿著兩塊切 不是 兩隻兩塊切 合買就融掉了 對呀 是因為那些內功練到 爐火純青 這些是 我們現在看完之後 我們接受了這些 就是再拿了這套概念出來 去再做一些新的創作出來 現在我們是這樣 其實是金融先生有份 不要說只有一個 不過 他和幾位大名家一齊 合力給了這種看法 這個 你皇后的任何 就是和武俠世界有關 無論漫畫和小說都好 都幾難走出這一個關鍵 好坦白說 真的定了型 所以現在是很少武俠小說家 是 是的 連黃奕叫相對是年輕 都關上 他已經保持著寫了 對 都關上了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有時候我又覺得是可惜的 其實黃奕 因為金融呢 始終他年紀大 1994 都真的叫他差不多 是吧 還有阿爾康都說 其實到這幾年 他都寫不了 可能他那個 對那個貢獻 就已經是差不多了 對 但黃奕相對地 他更年輕 還保持著寫可以 突然之間 對 真的突然之間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自己 印象中 還可以 有些小說 武俠小說 是武俠孔之師 嗯 我最近 寫了我數不到帝本 我只數到武俠孔而已 最近 因為金融先生過身 其實我做了一些八卦的事 而且八卦都是公事 和一些行內大歌大聊天 不要說這位了 原來 為什麼不說 你可能不想 寄物 是的 寄物 我們就問到一些板權的問題 原來金融先生 可能在內地 或者中國 中華 大中華地區 那個板權 只是那個名字 因為其實小說裡面的故事 是配合歷史的 其實你可以踩著街 做一些相關的事情 即使人品名字 都沒有訊號過 但是小說的名字 是不能動的 主角的名字 你最好不要用 所以一去到板權 好像說 起碼你知道多少錢 什麼都不說 只是名字 500萬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目是合理的 合理的 你看到我們金融先生的作品 多的類別 多到是很驚人 就是電影、電視 例如產品 漫畫 一些水墨畫 或者是遊戲 都有很多這些 我猜他如果一年 只是收版權費 都收到首月 肯定不僅這個數目 據聞也是 他很困難 拿版權油 據聞也是很困難 當然你電影 有一個預算 應該可以談到 但是一般 你說給我 寫一些玩具 是很難的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他不是一間公司 金融其實是一個人 獨立國體 對獨立國體 我猜他的東西 都是給他的子女 或者很熟悉的親戚朋友 好像是給了一個出版權 一個出版權 就是公司發作 明寶 好像是明河 因為我沒記住 明河 因為他自己是老闆 對 是老闆 通常都有企統 都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 就是如果他那間公司 是很專職去做拉審的話 你會不會有這個難度 對 對 我反而覺得就是 對 最主要是 在日本以前也是 很多機器人 你現在找不到拉審 是 我們之前做過授權的 都理解 是 有很多東西 是 那間公司他本身 有拉審在手 是他的 但是他沒有這方面的人才 他不懂得談這些 那他就 不要搞我 他只是打工 他就知道 不要批 不要搞 沒錯 就是最好的 不做錯 不用做錯 你做了可能做錯 修理版權 又不知道修理多少 他又不懂 他又不玩玩具 有很多人可能都 就是 你會有這些問題 衍生出來 就是呼籲一下 如果相關人士 萬一看到我們的節目 其實金融先生的知識產權 其實是 不單是屬於他的 其實是屬於中國人的保護 你想想 剛才西方有Marvel 或者DC 接著 可能有大戰 然後日本有高達 銀彈超人 門面超人 接著我們 中國 中華、香港 或者大中華 大中華 其實就是 我想想的都是這些 金融、古龍 金融、古龍 藝康先生那些 那些如果可以變身出來 就會有很多的產品 其實可以造就很多事 不要說生意 造就很多人 造就業 造就很多人 有東西玩 有多個anatrainment 其實這個是挺重要的 就是文化的底部 其實是由這些建立出來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說 幾千年的文化 那些舊文化 其實我們不是在用的 有些價值觀已經不是那些 其實這些現代文化 才是我們民族的智慧 其實 就是為什麼 你看到日本人 對高達 對銀彈超人 對門尺那種 那種愛識 是很厲害的 但是反而我看到 我們華人 對這種東西 不是很懂得愛識 我又不是不懂得珍惜 而是 不是很知道怎樣運用這件事 嗯 如果想運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很大抱負 我相信每天都會看金融先生的小事 還有看我們金融先生的小事 變成電影之後 他們都會買那些figure 或者買那些產品 我覺得真的 某程度上是因為授權的問題 因為我想一下 我們拿到授權 從來拿到的都是外國的 對 外國的電視 外國的電影 外國的什麼 別人做 譬如一些外國公司 他們可能真的成熟 不要成熟 他們始終可能是 即已經是part of business 早發展 他們會知道 怎樣去做好一個IP 中國現在開始 但你現在開始要追 人家 可能人家玩了三四十年的東西 對 現在你開始的話 你追一定要有些時間 但你成熟了 你想一下 我其實很老實講 我們小時候 都除了超人 還有Batman 或者C-Shop 其他Ironman 我們真的不太接觸得太多 為什麼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會 最厲害的英雄 已經是Ironman 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的英雄是Ironman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人家是IP 懂得玩 人家真的很有用心去做 去編排 其實如果金融先生 Ironman 就是金融先生 Maffle 即金融先生 是韋小寶 韋小寶 韋小寶 韋小寶就跳皮一點 但都是這麼花心 風流 風流 但是韋小寶也不能打 韋小寶也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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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小寶也不一樣 這一晚其實很多人問在Walker 那個人不在 大家還會問 問你 Walker在哪裡 其實我在 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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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害怕 其實你的精神還在 我們沒有人配音 今天Walker 真的在 真的 講開 因為我看到一個朋友說 金融小說好像有英文版 是有的 有的 其實金融第一部的小說 書劍恩仇 書劍恩仇 英文版很出名 很簡單 就叫做 Book and Soul 書劍 書劍 是的 挺出名的 在外國 而且我突然記得 我又看了這些報道 有印度留德華之稱 阿咪坑 阿咪坑 對阿咪坑 阿咪坑 他自己也說 他有看過這個報道 所以他真的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金融他的 影響力很深刻 影響力很深刻 如果有一些 就是有 有心人士願意去 好好去發展這個IP 其實是 可以做得更加大 不過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中文上面的名詞 招式 很難用的 是很難去翻譯的 你做不到那種 鬼佬很難看 那段文字 感覺到那種氣勢 是的 我們中文字 尤其是我們 有些古典氣味的字眼 越簡化就越有力 這個純粹是看翻譯的 那個人 因為 你這些 譬如是韓龍十八獎 你如果用英文譯 會變得加上的 你江湖有灰 你怎麼譯的 對 我覺得是你不能直譯的很多東西 就是小說都好 你如果是直譯 其實什麼都死定 因為你始終中國人的文法 和西方人的文法是不同的 是的 就是中國人的文法 可能是 我打你 是吧 就很簡單 可能西方人的文法 可能是 你可以說 可以說 可能表達一件事 可以反過來 就是懂法文的話 當然是很清楚 法文 有時會 變來變去的位置 日文 更加可怕 日文可能 動字在尾 是的 對 總之說完 整天是在等 等 等 等最好 那種字 你才知道文法 對 有時 因為你始終文法不同 你就有些 你始終是要自己再去消財 再翻 我只是想入目三分 四個字已經是不英文了 入目三分 很多詞都很難用外語去翻 今晚我們其實想有些難處 我跟那些卡丟掉的位置好嗎 因為我看到一些震的鏡頭 還有你可以說一下 電影你真的 我也是一個 不要說我 就是我 不要敬仰敬威 講完我們各家 就是 就是 可以聊聊 另外一個具象 是的 Stanley 就是 Stanley Stanley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 他早前 為上海 搞了一個 Stanley Comic Con 是 就是第一屆 那 他 其實他之前說過 他會加入 最後其實 我聽到消息 就是他加入不了 所以他找了 鄧紫皮 是 那也沒辦法 他身體不好 所以他加入不了 我最搞笑的 最重要的是 Stanley之前 就是 剛剛這個星期日 我去到迪士尼玩 我才跟朋友說 哎呀 Stanley我怕他都 真的 差不多了 因為他連 Stanley Comic Con 搞得那麼大 他都去不了 撞鬼第二天 開口做 真的有事 我 95歲 都 都 都 無憾 最後好像金融先生 寫不了書 但現在Stanley都畫不到 但他起碼 看了很多部電影 對 我想 幾大機會 Rangers 4 都應該是 最後一次 真的 有人說 看 Spider-Man 2 哦 對 有人說看 算起來應該是 Spider-Man 2 如果他拍攝了 應該是 應該是 Spider-Man 2 無論如何 在銀幕面前 還有機會 可以 看 Stanley 這也是一個 懷念他 是一個好方法 始終是 由他開始 參與漫畫工作 我想 超過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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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定要參軍 很簡單 我們參軍 他都上到船上 準備去法國那邊 之後 突然之間 有人說 喂 Stanley 我不知道他怎麼叫 Stanley Stanley 想說 喂 過來 下船 然後說 什麼事 因為原來 那個年代 不是很多人識字 那 就有個問題 就是 他有很多裝備 有很多救護用品 人們就看不明白 說明書 需要有個人會畫 他就知道 Stanley 你好像是讀美術的 你會畫這些 你回來 你過來畫 是啊 他是這樣開始去畫 但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看過資料 始終有一件事 我不太確認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下手畫 他只是寫文字 他下手畫 是畫的 當然他讀書不多 他讀書不多 但他本身其實想做一個作家 但是他不懂得畫東西 他收音就懂 因為我看完資料 我就不太確認 我就以為他只是負責寫稿 或者做一些設定 但不是他自己親不畫的 還有Stanley 好像是不名 Stanley 是不名 他原來是Stanley 是的 那麼 我另外講到他的打仗 我看過他的資料 是一件好笑的 就是說原來 軍人都要有文職 那麼他就說 類似 我看了若摩 就說 他們出糧出得很慢 因為每次要請軍隊裡面的會計 要將他培訓很久 那麼 後來Stanley 他不只是節高分 就是別人叫他 他就畫了一個漫畫 就解釋給新來的會計廳 怎麼做 怎麼去出糧 那就清晰了 對 他說出糧的時間 就是由六個月 高培訓時間 由六個月 出糧到六個星期 他就開始明白到 漫畫 原來是 也有威力 對 那個溝通和教育意義 所以那時候宣揚禁毒 或者毒品對於青少年的害處 他又可以找這個龍魔的兒子來開玩笑 做三集 又行 問你死了沒有 我看了一段訪問 應該是一個七幾年的訪問 他說他們一直都有 那個時候說 他說已經開始做了幾年了 就是專門有閱讀困難的 小朋友讀的漫畫 讓他們習慣去閱讀 因為Stanley 他自己很覺得 就是小孩子 你叫他看一本書 可能會比較難 但是公仔書 他一定會比較主動去看 所以其實 他這個人物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不僅是一個作者 他在創作 或者他把漫畫的文化 怎樣帶出來的意思 那時候 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很切勁 我們其他那些 美國很多出名的商人 他把自己的臉孔 變成他商品的一部分 這件事 我覺得他有夠膽這樣做 當然他是一個 挺能言善道的人 他的樣子又有多討好 想不到他可以 到最後他已經退休了 我想這十幾、二十年 他已經沒有再參與創作 但是他不斷做自己的樣子 去推廣文化 因為他最後來畫 都依然是美國局長 對 最後那一套 最後那一套 親自畫的 好像也是美國局長 你說如果說 熟是熟金融的 熟星一點 英雄其實發表了很多事情 他說 Stanley 改為坐飛機 回美國 才沒有死 在興登堡號 又是一段小集幅 人生的事情 所以真的很難說 很坦白 這個小故事我也聽過 這個小故事 就是這樣 因為打仗那段時間 沒有上到某發飛機 那艘飛機被打 淘汰一劫 可能就是那件事 叫他 你不要走 先畫一遍 Tom Ben 跟我理解 應該拆不下去 他就是作家 所以用Stanley 來做自己的名字 他的工作應該寫 都不畫 他未必是懂得畫 他應該說 他是原本自己想 夢想做作家 但是音叉羊座癡下 就成為了一個漫畫家 而本身 Stanley 他故意用這個筆名 是因為他在漫畫上 留下自己的名字 即是留下自己的名字 將來Stanley 是用在自己的文字創作上 所以就把Stanley 這個筆名 用在漫畫家的身份上 因為最初的時候 但是 I am so sorry so success 所以變成Stanley 已經就是Stanley 因為最初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很想讓人知道 他畫漫畫 是的 怕被人知道之後 會阻礙他那個 好像拍過三級片 就會上大台 是的 還有當年 我猜一下這個時候 我覺得漫畫這件事 也不是說 登大雅之堂的東西 所以Stanley 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 即是 他很聰明 就是 他在漫畫 其實《漱口英雄》 開始識微的時候 他將漫畫裡面 那種 不可以說文學元素 但是 英雄化 拉低了 將它貼地 是的 有缺陷的全部都有 將讀者的年齡層 因為這樣要提高了一點 即是他知道 以前看那些小孩子 現在那些小孩子 現在可能已經 20年30歲 即是不再看這些 不買這一套 是的 那麼他就將那些故事裡面 那些人性 那樣東西 就是 再拉高一點的層級 就不去害怕 即是 最初那些人可能會說 漫畫 寫得這麼複雜 想怎麼明白 那麼他已經理解到 現在我們 即是我們觀眾 即是我們所謂的問題太 除了大家的年齡 一起增長 那麼他就開始去 即是當時 大家都知道 他是首先 將這個 英雄人物 變成這個 有血有肉的人 Spiderman Fantastic 4 等等等等 其實我也很開心 一件事 就是 我們以前 看電影 英雄電影 從來都不是主流 即是 不會有今時今日的 即是 我是很開心 因為我跟普魯老師說 我們都很有 叫做Kiddle 大小孩 即是 你一樣我們這麼喜歡的東西 但以前 在別人眼中 這些小孩子的東西 要看好電影 一定不會看這些 但是到現在 哇 哇 Iron Man 雷神 美國隊長 這些是黃道 這些電影 一來賺錢 二來又多好看 即是 你變成做一種主流 我會覺得都很開心 好像有人認定 如果 我們喜歡 這個也是Stanley 他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一早已經 就是 把漫畫故事的人物 都打開不同的層次 因為我們小時候已經有 電視卡通 有電視劇的 我喜歡的印象就是 麗的播《別形合衣》 啊 那個 真人版 很悲哀的 你可能沒看過 沒有看過 電視版是很悲哀的 音樂是很classic 是啊 即是最後每一場 他都很帥 慢慢這樣 看過的觀眾 都會知道我們說什麼 《別形合衣》的電視劇 是很深印象 其實我現在用一些 現在的方法來講 是很暗的東西 是啊 即是很像《Batman》 老實說 沒錯 實際上我想說這個 但是他這些 我沒有記錯哪一個 這個原型應該是 那時候 英國還是歐洲的一個故事 一個醫生去做 哦 你說的是Dr. Jacqueline Mr.Hai 哇 這些真是 真是 真是 我發現一個好笑的東西 每次我當我拍著 德哥和Walker 超過五六十秒 就會超過一百萬的人看 哈哈哈哈 不是說笑 只是考慮而已 如果有人不知道 有一個英國的 醫生 是的 那個叫Dr. Jacqueline Mr.Hai 其實都是一些當中的 我只記得Dr.Hai 其實都是很出名的 都拍過很多電影的 就是那個醫生 他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自己試了一些藥 那些藥 那些藥 就將他自己裡面 人裡面最evil的東西 變成了一個人物 嗯 他就變成一個 類似魔鬼的存在 是的 突然間很大隻 是的 是的 這樣的 變形合衣是有點像的 是的 其實三位 我們都由Stanley先生 轉到他的漫畫 因為我們還有一位巨像還沒說的 就是周文懷先生 是的 那就要講一下 這些要不要調一調 周文懷先生 我想是 你行不行 對 我想我就可以走 我也可以走 那當我進來吧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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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你說要講周文懷 你 我說而已 其實我不是很熟 大哥 都是看家禍 但是我們不是看邵氏大 因為邵氏大 因為邵氏是再早期的 什麼邵陰陰那些 可能你也看了 很Sorry 我也是四歲 沒錯 邵陰陰那些 那些叫做美女 有一點點 情色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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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經常拍攝著那個 我呢 邵陰陰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年代 但是後期呢 家禍的興起是誰呢 李小龍 沒錯 又李小龍 就是家禍一首大戲 然後又食龍 因為李小龍 其實他雖然在香港長大 但是其實他在美國開始 進入娛樂圈 如果沒有 不是 他在香港是同性 他在香港是同性 然後去美國讀書 去美國讀書 然後去清風俠 在美國那邊 發展 他在香港做了 清風俠的助手 是 Hard work 之後應該是 鑽文華先生 找他回來拍攝 我今天就開創了一個新的 因為當時的邵氏電競主流 是承知我們的耳塵片的風氣 就是有一個 強大的大主流 就不動了 一定是那些戲 然後有少少少詩節 談談愛情戲 有少少特技戲 但到了嘉禍年代 將整個功夫電影 就是李宗先生帶出來 那段時間是幻時代 從來沒有一些講求真功夫的 不是發生命運的電影 真功夫當時就變成 可能是石堅和關德興師傅 即是北派、硬派那些 百多套那些 是百多套 所以已經主持了市場 其實真的比馬虎 一個星期一套 那時的電影就是 《一個關德興》、《王飛鴻》 《月娥樂十四眼》 《余晨獎》 接著就輪到謝賢、蕭芳芳 那些歌舞片、《陳手珠果》 一個星期一套 即是當時那些人去 即是我媽媽就經常聽到我媽媽的 我媽媽說過就是買張票 就進去戲院坐船裡 即是甚麼東西都看 為何曹達華先生在山時 都說他當時站到 即是買到一條街 可以買到一條街 客氣 是呀 輸了 曹達華先生有拍製片廠 他們也是 白華片廠 是他自己的 我私人可能給我們年輕幾歲的那些 很認識 自己去試我們 舊家和 我也笑事做一個《月娥》的影片 我現在移回來 家和 已經有人在那裡說 何時才趕換他 你轉頭回來 很快我們都要commit了 不是commit了 我們想聊大概四十分鐘左右 我想值得紀念一下 為何 家和電影 其實將香港的電影 我覺得是提升了一個層次的 即是多元化 例如說李小龍的武打 後來好像武記載成龍先生那些 叫做鞋翠武打 到後來新藝城 其實都是在那裡走出來 但其實我覺得 他對香港最大的貢獻 除了李小龍 成龍之外 其實他將 美國拍電影的那套模式帶來香港 以前那些電影公司來邵氏 其實是一間大的公司 即是一個老闆 其實變成了方小姐 為什麼 周朗先生不走出來 都是因為方小姐 因為當公司給女人拿數以後 次子都要上去給他 有些亂亂的 就是趙純夫才生了問題 那些這樣 他就受不了就走出來 這是很正常的 即是你打個女人公司 你應該知道的 其實他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他將那個 華麗活的那種文化 就是OK 我現在是掛一個 大女人公司 我說拍賣就拍賣 而是OK 我給一些獨立的 一些獨立的類似 像是衛星公司 變成了 例如成龍 金布那些 變成你們有什麼項目 我支持你 進去拍賣 因為自由度高了 以及作者的風格 會強烈了 就不是以前 那些邵氏市公司 你一看 那一集徐領文偶 就是邵氏的氣質 就是這樣的 變成了 這個對整個香港電影的發展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幕 其實沒有家族 沒有後期那麼多新的電影公司 即是寶寶 新的電影公司 或者是一連串 滴生 那些八九成的 滴生會有一定是滴生 即是潘滴生先生 就是做了很多比較新的上司 後期有很多快鐵 有文坦寶 有明彪 有許多元先生 還有麥加 即是麥加和王霸凌先生 新的城又再拆出來的 所以王霸凌先生 一直做到現在 一直影響整個香港電影界的走向 那時候其實 那些叫做什麼 就是所有事情都放在這裡 讓你們進去做 其實那時候的經濟是 怎麼說呢 任賽 是很好 因為我看回前幾年 當電影《雙周刊》沒了的時候 香港曾經有一本 叫做《電影院光之旅》 我忘記了 就出了很多期 可能十幾期 那時候 吳思源先生 在裡面寫了一些胡英錄 你看回他講 那時候發覺 為什麼那時候會出到 例如《除黑》 出到《許安華》 出到這些人 因為那時候其實 很多工作都放在這裡 沒有人去做 只要你讀過番書 你拍過幾次 你懂得開鏡頭 就做導演 你懂英文人 你做導演 給你一個機會去做 對 做些是小事 說笑一點 變成那時候 對那時候那群 類似《除黑》這一陣 那些年輕人來說 其實是很多機會 很大機會 很多機會放在這裡 就不同 現在就可能是相反 你要讀多東西 對 有些什麼機會 因緣仔會 即是幾樣混合起來才行 好了 沒有東西要補充 你說了很多 如你所願 有些設定 好像古天樂所說 這個星期很失望 對 很多巨像 那些人是影響我們的文化 其實就很重 老實說 我們這群人都是笑喪的 對 一群人都是笑喪的 就是老當億壯金長命 亦都是在 中視員都過百 對 有一個 有很多為人 幾快就好 都是在大家的愛戴之下 很光榮 即是沒有什麼遺憾 是的 在《除黑》 還可以說 仍然很受人愛戴的時候 我們算是這樣的 好 那大家都 到這裏了 如果不是就被人擦台了 今晚都說得挺舒服 其實保持著收件 那些不是純粹支持我們 那些都覺得我們說得挺有趣 下個星期 我們會有些電影的相關人士 會上來 我們一起說說電影 其實連續兩星期也都是 不正式說電影 反而最喜歡說玩具 是的 想說電影就說玩具 好 那就來了 很多人問我們有什麼玩具 整天問有沒有枝枝合法 是的 就騙不飽 看到尾 看到尾你就知道有沒有飽了 Anyway 剛才 我們是否先拍攝會聚 不是 反而我在想 這麼辛苦 OK 那麼有介紹就是 說什麼 先打某些東西 所以變成要看看 我先打哪 或者這樣吧 客席的東西 哇 真是